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爸爸弄 兄弟是对对来 不要走 嘿嘿嘿 客廚那對 嘿嘿 鞋子 哎唷 搞笑啦 阿嬤 七十八十 你在那種來種去是在種三塊 阿嬤 那是老師出的題目 我要捏一隻鞋子來研究 捏鞋子研究 你老師是出什麼題目啦 我老師問問說 不是生雲軟還是生有雞 吼 這這麼簡單的問題 不用研究啦 阿嬤知道 阿嬤跟你講就好了 阿嬤 你知道喔 是生雲軟還是生有雞 當然 也是生雲軟 喔 雲軟才會當把雞補出來 喔 生雲軟喔 欸 阿嬤 哇 阿嬤 來來來來來 這是足夠以來 全世界最多人研究的一個題目 生雲軟還是生雲軟 生雲軟還是生雲軟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一定要斷去生雲軟 生雲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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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問生雲軟 所以有可能 生雲軟 也有可能是生雲軟 但是如果生雲軟 當然是生雲軟 因為說 生雲軟 生雲軟 現在生雲軟 生雲軟 生雲軟 就像樣子 我想這還可以讓後來的工法繼續來研究 不過我們可能比較要緊要討論一個題目 就是上台創造車的萬筆 什麼人創造上台 這是我們的思考的問題 上台還是上台 就是安裝開始的 都有可能 可能上台一個人 只要補一隻雞 也可能上台一個人 只要補一隻雞 所以我們人由大家想到 想不到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一點就是 先有上台來創造 看上台要先做雞 先做雞 那就是順著雞 但是馬上就問一個問題 這樣上台從這裡來 上台創造萬筆 什麼人創造上台 所以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存在 為什麼不存在 因為如果有另外一線創造上台 他就是上台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很簡單的結論就是 如果真的有一個上台 這個上台他就是所有的乞讀 上台不是比創造出來 上台是本來就存在 就是這個世間本來就有一個神 神才開始做這些世間 做你到我 我們才開始問這個問題 說是生有雞還是生有男 我們要問這個問題是因為上台創造爛了 上台如果沒有創造爛了 我們就不會存在 去問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要感謝上台創造爛 所以你們就問說上台什麼人創造爛了 上台說 傻小孩 如果有人創造我 他才是神 我都不是神了 我也是讓那個神創造出來 所以告訴我 有條中這個神 信仰說這個神是創造的神 這就很困難了 創造的神意思就是說 一切都是他開始的 他如果沒有做 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你也沒有我 也沒有世界 也沒有地球 也沒有日子 也沒有藝人 也沒有時間 也沒有空間 也沒有物質 什麼都沒有 是因為本來就有一個相台 相台開始創造之後就開始 所以如果你要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電腦越來越聰明了 你知道嗎 這個我們現在有一個專業的名字 叫做人工的地匯 就是說這個人 這個人的想法 可以把它放進去電腦 我們這個人 要怎麼想事情 我們要把電腦加 加電腦要安裝 我們把它輸入之後 電腦就自然有辦法 照我們人的想法 開始在反應 這叫做人工智慧 所以各位阿公阿嬤 你如果去便宜 要扭火箱很簡單 你就找一個圍 然後坐著 這裡頭前一台機器 你手把它攪下來 有沒有 手攪下來 把它刺一下 然後在那裡 等差不多30秒 一張帶就走出來 以前扭火箱 就是一個荷蘇 叫你坐著 叫你穿平起來 然後把你扭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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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水銀 在那裡 看那些水銀 關關卡卡 告訴你你的火箱多少 現在沒有了 什麼時代 現在是 機器 有辦法 讓我們人 要怎麼扭火箱 他就怎麼扭了 這很厲害 這是 就是 將我們人的貼火 放在電腦的盤子裡面 以前在停車 小姐在停車 最寒慢的 不是塞車 是不會停車 那停車 越頭前越後面 越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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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車這麼塞得出來 現在沒有了 現在車停在路邊 對嗎 正常駕駛一個 停車 駛下去 你都不要燃燈 閃道路自己的胖 怎麼這麼厲害 好 因為這台車 後面 頭前 都有送機的小姐頭 在那裡 有很多小姐頭 所以 他協調後 那個車的電腦 他會去玩 玩說 李王峰 我閃道路要怎麼扭 你說 電腦怎麼這麼厲害 要怎麼扭 我們扭 我們扭 是我們人扭 是我們人扭 從我們怎麼解決問題 的機械和想法 好 塞在電腦裡面 所以電腦 照我們人的想法 開始這樣做 所以將來的時代 沒有醫生觀看 你知道嗎 將來都電腦 因為醫生中 看病人所有的經驗 都在塞在電腦 所以你現在去到便宜的時候 那都電腦給你檢查 電腦在電腦斷層掃描 對頭 一直把你 滷滷滷到腳底 你的血壓 你的嚴重 你的所有這些東西 所有事情都出來 出來之後 以前醫生的誤診 因為這個醫生經驗不夠 他會打斷錯誤 現在醫生很厲害 現在醫生有電腦來幫忙 將來更厲害 將來這個電腦 將這個世界環圍的醫生的經驗 都塞在電腦 所以電腦在給你看的時候 尤其是全世界最後的醫生在給你看 這個叫做人工智慧 就是有一次 你們家的電腦 會翹到這種程度 我先跟你說 有一次你打拼 沒在請外路了 我在想不要說有一次 我老三老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外路的東西 我老三老的時候 應該是一個機器人 機器人 皮膚摸起來 跟真的人一樣 你知道嗎 都一樣 這個機器人 他的電腦中 我的習慣 我要喝什麼 我要吃什麼 我不敢吃什麼 我從什麼過敏 都把他塞在電腦裡面 所以這個機器人 在照顧我的時候 比我沒有照顧 照顧得更好 對嗎 那機器人是一個好處 還不給我麻 還不給我責 我現在要說的重點 就對了 我現在要說的重點 就是 到有一次 我們人中 我們怎麼想事情的想法 都在閉上電腦的時候 我告訴你 有一次你家的電腦 那個機器人 他會給你問一個問題 他說 我從哪裡來 他會給你問這個問題 他會問說 我是什麼人 他開始會自我懷疑 因為他要問我們人 怎麼想 他如果不可以問問題 他不可以懷疑 這樣這就不是 真正的體育 所以說 人工智慧 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是 我們所有的問題 都總是塞進去電腦 讓電腦跟我們人工話 在開槓的時候 他有辦法 完全用人的疏忽方式 跟你在開槓 現在的電腦 比較難做朋友 現在的機器人 只能說 阿~~ 旁邊 阿~~ 路透過 阿~~ 阿~~ 小碗 只能做很多工作而已 他沒辦法跟你交通 但是未來 那個地肥型的機器人 他會跟你工話 阿~~ 阿~~ 所以他跟你工話的時候 他是 塞這個電腦的人 喔 他是設計說 這個電腦 他會知道你在想什麼 他會知道你在感覺 所以你說阿~~ 我很孤單 我很興奮 他可以跟你回應呢 所以到一個程度 他會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事情 他會問他 我是從哪裡來的 我是怎麼來的 那時候你都要跟他講 你喔 你就是我 創作的 如果沒有我 根本就沒有你啦 我想那個電腦的想不到 什麼意思 我本來就存在啊 為什麼是你創作的 我 有一個電腦 我怎麼想不到 所以你可見 我們人 對著有一個人創作我 沒有人創作 神 神給自己存在 這我們人是 沒辦法了解 就好 像你家有一個電腦的機器人 他要了解 他要了解 他要了解說 是他創作你 如果沒有人類 就沒有機器人 這點我想 永遠他就想不到 他真的沒有到 他沒有到那種程度啦 所以我們用這樣 這個 這種未來發展 跟大家分享 說 想到哪裡來 我們做人要相信這點 你只有相信 你要想有 不可能 你只有相信 就是 沒有人創作相對 相對是本來就有的 一生有相對 你怎麼相對 這麼做這個世界 我們今天就好參加 像一個機器人 在問相對 說你是怎麼創作我 啊你對對來 相對說 我沒辦法跟你解釋 因為你是我創作的 你沒有我的體育 你體育到一半 要再說 你就不明白了 不然這樣 別說了 直接來體驗 所以相對說 有一次我們離開 世界回去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就有辦法去了解 原來 事情就是這樣 採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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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 我們就了解了 所以有我們問 將來 你自然你就不了解了 這樣我了解 但是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還有什麼問題 你請問 是生有雞還是生有兩 說整個步 也是叫我問一下 不怕你問 怕你不問 到 travers了 你怎麼想找到 還是找到 你自然有事 過程 發生的